自2015年騰龍出了支SP-35mm F1.8之後 相信很多用家都等著它出F1.4的版本 今年年中它就終於順應民意 出了這支新鏡了 這支SP-35mm F1.4 DIUSD 廠方就宣稱用了廠方當今最高技術的鏡頭 用料及造工都很為重料炮製 就這樣看上去和拿上手 它的造工都比起原廠頂級鏡頭一點都不需要事 還有防塵防水滴的鏡身 亦都跟高階鏡都看齊 再看它的規格 它在10組14片的鏡片結構裏 就用了4片LED低色散鏡片 以及3片GM玻璃柱模飛球面鏡片 配合9片圓形光圈葉設計 再加上改良了的超聲波USD摩托 照計光學和AF對焦都應該有不錯的表現 那又沒理由只講當備級 對呀 所以這次我們除了會拿5千萬像素的單反5DSR 來試試這支鏡的表現之外 我還拿了一部USR加上它的Adapter 看看這支鏡用在無反相機時 表現有沒有走樣 30mm的鏡頭一向都比較受歡迎 因為它拍的題材都相當廣泛 譬如說拍人方面 所以這次我們就請了Annabel過來 和我們試試這支鏡頭拍人的效果是怎樣 那我呢 繼續打扮呢 因為視角會比標準鏡頭闊一點 所以就容易做到人帶景的構圖 主體和背景的關係更加突出 用大光圈又可以將背景做到適量虛化 透視變形問題也沒有24mm廣角鏡那麼多 看上去就比較自然一點 即使不是原廠鏡 但用在5DSR那邊都很快很靜 由於用了USD超聲波馬達 加上採用了動態轉動式設計鏡頭 令對焦鏡片可以在正確的位置快速停頓 即使是要推動這類大光圈鏡頭比較重的鏡片 都可以做到十分之快和準的 而且鏡頭的對焦行程我覺得都不算長 由最近至最遠的對焦都不用轉半個圈 所以拍人像來說我覺得是難得到的 至於這支單反鏡搏角Adapter轉去無反用又會怎樣 配合EOS R的Dual Pixel AF對焦 不單止沒有慢度 我甚至乎是覺得更加之好用 剛才我用5DSR那時候 因為它周邊的對焦點就沒有那麼靈敏 所以我們對一些低conscious位的時候 就會有少許猶疑 但這支鏡用在EOS R就沒有這個問題 中間和側邊位的AF能力都有不錯的表現 而且鏡頭還可以用上EOS R的Face Detection 和Eye Detection自動對焦 其實又真的挺方便的 而且都沒有出現過走焦 剛才我把這支鏡用在不同的Full Frame相機 我自己覺得兼容性方面沒有問題 如果你不計算加上Dekta 是長了一點的話 我甚至乎覺得拍人像的話 用EOS R夾這支鏡頭就更好一點 在這裡我又分享少少少我用35mm鏡頭拍人像的方法 我們用35mm鏡頭都是想拍多些背景 所以我們都盡量不會只是拍大頭 同時也都會盡量選一些比較乾淨的背景 最後都不要有一些比較特別搶眼的物件 搶了Model鏡 由於它也有少少廣角鏡的特性 所以我們都可以用透視的特性來拉長Model對腳 要做到這個效果 用直補構圖就會比較明顯一些 我們試這支鏡頭的解像度 當然是用一個五千多萬像素的相機來試 才試得真 我們在全開光圈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看得到 我們拍攝模特兒對眼 再放大到100% 是看到模特兒對眼的階段的一些紋理 所以一般情況下 如果譬如說拍人像 又需要散景的話 我又覺得不需要收光圈 才可以提升鏡頭的解像力 我們再看看這幾張人像的作品 這幾張照片都是在半室內的環境拍攝 有一個窗外是自然光 裡面是人造的黃色光源 我們看到這支鏡頭拍人像出來的色調 都算是非常自然的 因為我覺得是略帶一點偏冷的感覺 但我們拍攝東方人、亞洲人 通常會比較偏向喜歡冷色一點 減少臉色偏黃的情況 至於拍人像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聯想到 那個散景夠不夠 可不可以突出到模特兒 還不做到前清後蒙這些情況 但因為它有一個F1.4的大光圈 所以我們如果譬如說拍人像 人不是太小的情況 我們都可以做到散景 特別是如果譬如說 我們將一些物件 放在模特兒的前面 做一個前景的話 散景是更加明顯的 我們現場拍攝這個環境 其實都相當之狹窄 廣角鏡可以比較近距離 可以拍到一個比較多環境的情況 可以帶出人帶景的關係 就不只是拍攝大頭那麼簡單 我們拍人像都很喜歡用一些背光 來拍造一些立體感 還有做一些Moodie的效果 這個餐廳都幾多背光的位置 因為就是外面是一個很大的窗 裡面是一個比較暗的環境 我們即使在一個背光的環境 拍的情況之下 那個色散都是非常之輕微的 而且Model都沒有因為大背光的情況 而出現那個鏡頭霧化的問題 我們用這些小廣角鏡頭 有時候都會喜歡拍一些比較工整的構圖 我們看看這張相片的背景 都有些磚頭的線條在 但那個變形都相當之輕微的 而且這張相片已經是沒有做到一個軟件的修正 跟大部分的大光圈鏡頭一樣 這支3mm f1.4 在全開光圈都會看到有暗角的出現 但只要我們將光圈收到F2 就幾乎已經不見了黑角 如果我們將光圈收到F2.8 就已經改善了很多 之後我們收到F4光圈 簡直是不見了 這支鏡頭的最近對焦距離 就可以去到0.3米 它的放大率是0.2倍 雖然不是正式的微距鏡頭 一比一放大率 影響蝴蝶那樣厲害 但如果我們拍一些食物 例如家庭裏面 我們有時喜歡拍一雙鞋 拍一些手額的話 這支鏡頭也是做到的 我們再認真一點試試 這支鏡頭在全開光圈之下的逆光表現 我們開盡光圈對著太陽拍攝的情況之下 都幾乎見不到有光斑 鬼影的問題 這支SP-35mm f1.4 比起同級其他鏡頭 就重一點 有8把15g 但因為它的重量集中在蠻蝦的部分 所以我就不覺得有墜落的感覺 我覺得它的平衡是做得不錯的 可能又會有人問 為何這支鏡頭 又不會像F1.8那支 加上VC防震呢 如果這支大光圈定焦 再加上防震 做到這支鏡頭那麼重 你是不是真的會拿出街 說了這麼多畫質上的東西 另一個重點當然就是它的價錢 騰朗SP-35mm f1.4DRUSD的定價 都只是6080mm 好是相當之進取 再看它的畫質表現 其實比同類的頂級鏡頭 一點都不輸蝦 試完之後我也很想買一支 好,所有的食物都沒有必要 好,歡迎可以來看 下個月 优优独播剂